接下來的兩首歌 其中一首是我鄉下的歌曲 你鄉下在哪裡? 鄉下在福建 福建 不知道他們會否唱福建話 我不懂得聽福建話 我簡單介紹一下 第一首叫做《陽光路上》 第二首叫做《古浪魚之波》 《古浪魚》是我鄉下附近的地方 是旅遊勝地 是嗎? 有甚麼要看的? 有很多島 還有海產非常豐富 怪不得知道你的肚子那麼大 對 我媽媽最擅長是做炸蠔餅 相信是福建的特產 想起也想吃 對,試過我媽媽做炸蠔餅 因為要用很多油煙 會有很多油 所以一炸 整棟大廈都知道我媽媽在炸蠔餅 是嗎? 那下次你真的要炸一點給我吃嗎? 你要親自來的 因為炸完的東西 如果拿到你那裡 就已經軟了,不好吃了 那不就沒那麼熱氣了 是 好,接下來我們有請 心韻紅棉合唱團為大家帶來的 《陽光路上》和《鼓浪魚》自薄 掌聲有請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 喝个酒 就在阳光路上 快用笑脸告诉我 天空好奇朗 我笑追梦的声音 混淆着有多希望 一如同心的人们 心中暖阳阳 阳光路上 不见光光 清醒的脚步日夜今晨 无可逐当 阳光路上 极绝飞黑阳 何时发展 何时发展 何时中国 看光烦火 幸福车前方 占一步 Scriptures 化绝 bid 眼睛流转的辉煌 风景渡好的旋轴 前尘多宽光 阳光路上 浮现风光 清晴的脚步与的坚持 无可阻挡 阳光路上 清晴会黑洋 可是发展 为何是中国 移民方向 阳光路上 清晴会黑洋 可是发展 为何是中国 移民方向 清晴会黑洋 光地走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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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